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即使大部分人都没有上过太空 但是应该也有从各种太空影像中看过 宇航员在完全无重力的太空执行任务时 整个人漂浮着吃饭 那是很不方便 甚至很狼狈的 但是丹麦哥本哈根有一家米其林二星餐厅 就发起挑战 跟美国一家豪华太空旅游公司合作 准备把餐厅客人带上太空 在十万英尺高的平流层上 边俯瞰地球的日出 边享用米其林餐饮 只是在完全无重力之下 客人真的能够优雅地用刀叉吃饭吗 报道形容 这一周准备要再客到太空上吃饭的太空船 叫做海王星号 但是它不是火箭 而是用太空气球调起加压舱 每一次只能够接待六名客人 而每一位要价49.5万美元 换算大约234万令吉 还提供免费WiFi 让客人在太空吃饭的时候 可以直接直播画面给大家看 只要你花得起 预计2025年底就能够从美国佛罗里达 太空中心出发 离开地球表面 在太空上享用宇宙不同的餐饮服务 从豪华太空旅游公司勾勒 如同电影般的模拟影像中看到 地球上的顶流人士 可以乘坐用太空气球 吊起的加压舱 上升到10万英尺的平流层 边回看壮丽的地球 边享受美食 发起这项顶级餐饮挑战的 丹麦米其林二星餐厅主厨说 希望透过俯瞰地球 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地球 正在面对的各种问题 同时主厨在菜单创作上 也加入环保意涵 让食客从味觉中 有更深刻的体会 其实说穿了 打着环保课题 带客人上太空吃饭 是当今顶级餐饮界创造出来 要争取高端客人消费的策略 这位米其林餐厅主厨也认同 现在的客人会期待高级餐厅 提供更多故事和体验 以至于美食最终只会是个媒介 整体用餐环境的沉浸式体验 才是更有价值的地方 从地面上抬头仰望星空 到座舱离开地球表面俯瞰地球 如果是你 你会愿意花多少钱 来享受这样的体验呢 请不吝点赞 印ード Luft 请不吝点赞 integr份智银 达 Supp eviden 感谢观看